周六 上千名民众在加州呈现的圣克莱蒙特码头 为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祈祷 他们手持支持川普总统连任的旗帜和标语 表达对川普总统的敬意 与此同时 从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市 到河滨县 文图拉县 再到中加州的富雷斯诺 北加州的罗斯维尔等地 都同步进行着支持川普连任的车游 集会及游艇游行等活动 另外 在周日上午 有300多位菲律宾裔美国人 在洛杉矶核桃市的西畔公园进行集会 庆祝川普总统的各项政策 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功 活动中 有100多辆汽车 参加了两个多小时的游行活动 车队沿途一直播放着歌曲《天佑美国》 车厂装饰着美国国旗 川普2020旗 以及反对Prop16等提案的值版 自10月1日 川普总统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感染中共病毒后 两人的恢复状况牵动着全美选民的心 周日 川普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前现身 他在车里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虽然确诊感染 但川普总统恢复的速度之快 令许多民众感到欣慰 周一下午 川普已经回到白宫 继续履行总统的职责与义务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